大家好,這是王狗 我們都有看過寄生獸裡面把臉張開 然後一巴掌甩到人家臉上的那種畫面吧 在劇裡面呢 這種外星寄生生物可以把人當作宿主進入體內 操控著我們的大腦 這一種情節呢 看似很像只會發生在電影 但其實呢 在我們現實世界 他是血淋淋的真實上演者 而且呢 全球有超過30%的人 都有被這種可以操控你大腦的寄生生物給寄生過 而且 非常的有可能 你們在看這支影片的此時此刻 我們的大腦 都被這個寄生蟲給寄生著 他的名字 就叫做 在跟大家聊 公江蟲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寄生蟲的概念 寄生蟲大家可以把想像成就是一個過路客 他會在他生命的某一站 把你當成宿主上車了 之後又在生命的另外一個階段 找到新的宿主 下了你的車 又上有另外一台車 比方說 西蟲 西蟲呢 只能在羊的膽道裡面進行有性生子 可是呢 在他生命早期的時候 他是寄生在螞蟻的體內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今天這個西蟲呢 他要怎麼從 螞蟻的體內 進到羊的膽道裡面呢 這是不是一個很神奇的奧妙 這就跟韓劇寄生兽的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西蟲啊 他會操控螞蟻的大腦 在白天的時候受到西蟲感染的螞蟻 他就只會像普通的螞蟻一樣 群居的生活 那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不會回到蟻群 他會攀附在葉子上面 用他的下顎夾住葉片 就這樣子 懸在空中 等待綿羊來吃這片葉子 藉此進入綿羊的身體裡 那如果整天都沒有養過來的話呢 這一隻受感染的螞蟻呢 就會在白天的時候 再回到蟻群當中 偽裝成一隻正常的螞蟻 接著到晚上的時候 又跑回去葉子上 所以就這樣子 日復一日日復一日 直到羊來捕食牠 我再舉一個例子 雞頭蟲 牠是一種生活在水中的小蟲 牠要發育完全 必須要進入野鴨 海梨 或者是射屬的腸道裡面 這個生活在水中裡面的雞頭蟲 要怎麼寄生在這種水陸兩棲的 哺乳動物身上呢 首先 雞頭蟲會先鑽進去水的泥土裡面 一有蝦子經過的時候 牠們就會鑽進去蝦子的體內 接著控制蝦子的大腦 讓蝦子喪失危機意識 反而一跳一跳一跳的 一直浮出水面 彷彿在告訴天敵說 快來吃我快來吃我快來吃我 如果這樣子 雞頭蟲還沒有辦法 引起掠食者的注意的話 阿爾伯塔大學任教的約翰和姆斯 以及威廉貝瑟爾 研究到雞頭蟲甚至會控制蝦子 讓牠攀附在這種水禽以及水生哺乳動物 愛吃的水生植物上面不放 甚至是直接依附在鴨禽的腳上面 等待鴨禽直接把它吃下肚 而諸如此類的案例呢 其實非常多 像是金線蟲 會為了進到青蛙的體內 寄生在蟋蟲身上 吃掉它的內障 讓蟋蟲感覺非常的口渴 因此而跳到水裡面自殺 讓青蛙可以把它吃進去 這聽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恐怖 非常像科幻的電影 發現蟋蟲以及金線蟲這個寄生行為的學者呢 是來自耶督大學生物學家 德瑞克·湯瑪斯 他當時發現到蟋蟲有這個現象 為了觀察 而用高級美食及度假村為理由 帶他老婆去了法國的阿維納森林裡面度假 可是半夜的時候就自己偷偷跑出去 帶著試管及手電筒 觀察蟋蟲 非常的可愛 而更大的生物 蟑螂、鳥、魚、老鼠、狗、貓 甚至直到人類 也都有各種操控神經引發一些自殺式行為的寄生蟲 直到某一種寄生蟲 大規模的寄生在人類身上 並且造成巨大的影響之後 神經寄生生物學 這個星星的學員們 才終於被大家給證視 人類總是這樣嘛 臨到自己頭上的時候 會認真去證視 這種大規模侵害人類的蟲 叫做幾內亞龍線蟲 不過題外話 還有其他大規模侵害人類的寄生蟲 但是我等一下不會講 比如說像是蚊子帶來的瘧疾 那就是孽緣蟲所造成 也在人類歷史上帶來了近百萬的死亡 回到幾內亞龍線蟲 幾內亞龍線蟲 大多出現在蘇丹的水域裡面 也就是非洲 約有450萬人 曾經被幾內亞龍線蟲感染過 幾內亞龍線蟲會在水裡面殘軟 這些軟孵化成的幼蟲 就會寄生在水裡面的水藻 非洲衛生環境並不好 它們就會喝下這個被污染過的水源 那人體的胃酸呢 可以殺死這個水藻 但是幾內亞龍線蟲 並不會被胃酸殺死 它反而會在人類的胃裡面發育 等到成熟之後 就會潛入腸道裡面 在腹部的肌肉裡面進行交配 交配之後呢 漸漸的越長越大越長越大 據傳有被捕獲的幾內亞龍線蟲 最長在人體裡面有長達一公尺之長 母蟲長大之後呢 它就會穿過人體的結地組織 往身體的末梢 通常是腳或者是手這種器官移動 接著在那邊寄生 大約一年之後 母蟲就會在這裡面 運運滿坑滿谷的小幼蟲 而母蟲呢 為了帶領這些小幼蟲們 認識這個世界 就會釋放出一種酸 使這宿主的皮膚 產生一種痛癢難耐的水泡 這種疼痛感 會讓宿主 非常的想要泡進去水裡面 但 你這個時候一泡進去 幾內亞龍線蟲呢 就會發現 是水像環境 它就會開始抽搐 並且帶領小蟲們 衝破人體的皮膚 釋放出數以萬計的幼蟲 而這些蟲呢 就會在水裡面繼續的游動 找到下一個水澡 接著繼續寄生到下一個人身上 一直重複這種可怕的循環 這個幾內亞龍線蟲呢 聽起來雖然非常可怕 對人體影響也非常的大 但是呢 它幾乎只存在於非洲地區 所以其實呢 對我們來講 影響並不大 但是呢 要說到真正廣泛 影響我們的寄生蟲 就是我一開始 開頭要跟大家講的那一位 它的名字 就叫做 工漿蟲 工漿蟲呢 反殖的數 大家一定猜不到 但是 你我又都很喜歡 就是在貓咪的身體裡面 工漿蟲只可以在貓咪的體內 進行有性繁殖 而它的蟲卵呢 就會時常跟著貓咪的糞便 一起被排出 那這些蟲卵呢 約莫在五天 會從糞便裡面孵化 如果我們超過這個時間 才去產它 那我們可能就會被工漿蟲 給鑽入身體裡面 有一名名為 亞羅斯拉夫佛歐格爾的 寄生學生物學家 他就是長期被工漿蟲寄生 所以呢 他開始專心的研究 工漿蟲這個物種 在他長期被工漿蟲 困擾的這些日子當中 他說 我總覺得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有一種不明的力量 在驅動著我的行為 好比我過馬路遇到來車 不會下意識的想閃躲 反而是呆呆的真的原地 或者我曾經在土耳其東南部 經歷過庫德族的戰爭 一顆顆子彈掠過我的頭頂 但我卻沒有感覺到恐懼 反而是異常的冷靜 遭遇過攻擊的威脅 我不會想要防禦 買東西被店家欺騙 也總是不可能生 總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 在阻止我的大腦保護自己 大家聽下來 不覺得跟那些寄生蟲 寄生在生物身上很像嗎? 而之後弗萊格爾就有一群 權威的生物學家 一起研究工漿蟲這個寄生生物 結果他們發現 工漿蟲呢 好發在那些 已開發國家之中 出現在那種被貓糞污染的水源 或者是生牛肉生羊肉上面 而據統計 非常愛吃生肉的法國人 有九成呢 身體裡面其實都潛伏著工漿蟲 這樣大家聽起來會不會覺得 法國人會不會都很不健康啊? 但其實不會 因為工漿蟲呢 雖然它的DNA跟我們人體 神經皮質的成分非常的相似 所以它會寄生在我們大腦裡面 但是 它除了影響我們的情緒 以及讓我們大腦裡面 可能會有一小顆一小顆的囊種之外呢 它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除非是美麗特別弱的人 那就有可能會因為工漿蟲 而造成淋巴腫大 或者是敗血病等等的症狀 而美國呢 也有病例說 感染工漿蟲的人 會對於貓的排泄物有特別的好感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自己去感覺一下 或許這就是工漿蟲的手段 那說到這邊 可能就會有人也疑問 蛤? 那我有養貓咪耶? 那其實不管是國外 還是台灣的醫生 都有出來說明 普通的家貓呢 沒有外出打獵 沒有食用生肉 定期驅蟲的習慣呢 其實就不用擔心會被工漿蟲給寄生 回到弗萊格爾 他某一次的研究 就找了一群被工漿蟲感染的 以及一群沒被工漿蟲感染的人 進行了一場 工漿蟲會帶來哪些思考 及行為模式的改變的實驗 他設計了幾個問題問這些受試者 第一個 假使遭到別人的攻擊 你會反抗嗎? 你相信別人能透過催眠 或者其他方式來控制你嗎? 你是否會緩慢 或者被動的回應 迫在眉睫的危險 如果你發現自己被騙了 你會抗議嗎? 最後呢 他確實地發現到 大多有感染了工漿蟲的人 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呢 大多是肯定的 而沒有的則否知 另外 他同時也發現到 有感染到工漿蟲的男性呢 比他們整體較為邋遢 並且性格多養 習慣穿著這種破破的牛仔褲 或者是破破的T恤 而受到工漿蟲感染的女性呢 則表現得比較得體 他們穿著會比較亮眼 比較愛打扮 也會佩戴手勢 而整體受到感染的群眾呢 也都有注意力較為不集中的症狀 他們再進一步調查 才發現到 原來工漿蟲 因為與人體的神經脾質相似 所以他們可以在人體大腦中 輕易地釋放出磁性激素 以改變人的荷爾蒙 並且可以控制我們大腦多巴胺的分泌多寡 以及大腦脾質的灰質 所以感染工漿蟲的人呢 也比較容易因為大腦脾質的灰質被影響 而得到憂鬱症 或者是思覺神經失調 到這你們大家可以檢視一下 自己有沒有符合以上的症狀 不過不過不過 如果真的有工漿蟲的話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人體的組成構造 其實遠比這些寄生蟲 來要複雜數千萬倍 因此工漿蟲這種東西 也只能夠些微的影響我們 也不能夠向線蟲影響蟋蟀去自殺 或者是紅寶石風 可以完全的控制張揚的行動量 總之呢 我看完寄生蟲的這部劇呢 就覺得 真的要拍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概念呢 真真正正的存在於我們這個世界上 有的你小到看不到 但有的有一公尺這麼長 寄內亞龍線蟲 對 那大家對於這個寄生蟲還有什麼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你有什麼想要跟我分享的 你也可以跟我分享討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的網口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